军事专家说,我国一旦发生核战争,这四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可以进行躲避,那究竟是哪四个地方呢?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安哥 今天就来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对身体健康重视的朋友一定要看完本期的视频 看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的 也可以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 万一说哪天忘记了,还可以回过头来再好好的看一看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 其实咱们人类历史上有一次距离核战争是最近的 就是在冷战的最后阶段 当时是苏联已经下达的命令 就是一旦发现美国的一个核弹攻击 军方将不留余地的进行缓击 结果雷达就真的检测出来了美国的一个核弹攻击 但万幸的是,一位知勤的人员发现是检测雷达出现了故障 如果说没有这位知勤人员的一个冷静 苏联可能就真的发生了一个核攻击 也许人类的历史就因为因此而发生了一个改变 所以说即使我们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 但是谁也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要时刻的保持警惕 学习一些基本的常识 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也能够保护好自己 那一旦爆发核战争 咱们中国有没有可以避难的地方 对于这个问题 咱们军事专家也给出了四个答案 尤其是第四个 你可能都想不到 首先这第一个地方 也就是咱们大家所熟知的防空洞 尤其是大城市里的防空洞是最为安全的 因为他们都是具备预防和打击的能力 而且还有承受高温高压的能力 咱们也都知道在核武器爆炸之后 地面会处于一个高温高压的状态 这样的环境能够瞬间让人蒸发 所以说待在防空洞里面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人的一个安全 其实最让人害怕的还是核辐射 在防空洞中也能够避免 因为它能够为百姓提供一些生存条件 包括一些没有被核污染过的水和食物 以及充足的空气 那第二个地方就是四川盆地 四川是四面缓山的 如果外面发生的核爆炸 能够阻挡部分的辐射物质进入 再加上有高山一个做阻挡 冲击波就会被阻拦掉一部分 这样人们受到的伤害也是减少了一部分 如此一来安全系数也就上升了 那第三个就是我国海拔高的地方 西藏 西藏海拔高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空气稀薄 咱们都知道光和热的传播是需要介质的 西藏的空气少 介质就少 所以说这个核武器爆炸的威力 在这里就发挥不出来的 而且强大的辐射 还会被这里丰富的一个矿物质给吸收掉 减少了对人体的一个伤害 那第四个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 随时可以接触到的一个设施 那就是城市里面的地铁 地铁虽然在名义上只是一个地下的交通工具 但实际上地铁还具有一定的防核能力 世界早期的地铁是不具备防核的 但是到了冷战之后 世界各地在修建地铁的时候 都会考虑防核的一个问题 中国第一条地铁 北京一号线修建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核弹 到现在中国很多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 在设计时都会考虑核武器的一个问题 如果咱们仔细的观察 会发现有些地铁 还有什么防暴门 有四通八达的一个地下街 这些空间都是为了能够让足够多的人 在核战争来临的时候 与外界环境隔绝 其实我国有不少地方 都可以避免核武器的一个侵袭 但是核战争一旦爆发 对于人类造成的伤害 无疑是巨大的 周围城市 包括周围的国家 都会遭受巨大的一个损失 相信对于全世界的人类来说 都是不愿意见到核战争爆发的 也希望我国对于核战争的应急设施 永远都不会派上用场 所以我们还是祈祷 不要爆发核战争 好好地珍惜当下的一个生活 过好我们的每一天 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对不对呢 最后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 有用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打上个赞同 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